好 月中 昨天聯儲會挺兇的 所以美元指數再度拉高 是 我們看到原本大家都覺得 昨天不會升息 也如預期的不會升息 可是沒想到不會升息 結果昨天美股 來自於今天的雅股都大跌 很關鍵的就是大家看到影片裡面 鮑爾的談話是偏硬的 他告訴你今年還有可能升息 甚至未來短時間都還能 還有可能維持高利率 那關鍵就在於他剛剛影片也提到 其實他認為美國的經濟 還是維持強勁的 尤其是就在昨天的會議當中 他把今年美國原本預估的 經濟成長率趴 一口氣上修到2.5% 那不就在告訴大家 我們正經濟很好嗎 既然經濟好 那又有同膨 那當然要繼續升息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11月要再升息的機率 我查了一下 目前市場預估大概在30%左右 但是12月的機率 就來到45%左右 換句話說以目前來看的話 有可能是在12月再升一馬 那至於明年的部分呢 其實跟上一次利率會議比起來 其實上一次會議的時候 認為明年有可能會降 1%也就是4碼 可是今天的會議呢 變成只有可能最多降兩碼 也就是說如果今年再升一碼 就是利率來到5.75% 但是明年最低只會降到5.25% 甚至告訴你接下來幾年到2026年 利率都還有可能在3%左右 所以這個問題真的是蠻嚴重 尤其剛剛您剛剛提到的 新市場真的要插在蛋 好那另外 所以我提醒大家 亞洲股會是今天都在殺 對沒有錯 就如剛剛說的 壓力最大 我可能最後還是看中國 是好那今天其實 韓國日本跟台灣跌幅都超過1% 那香港的部分其實也都差不多 所以說再告訴大家 確實大家的壓力很大 尤其是美元再持續往上升漲的話呢 真的是問題很大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昨天美國的科技股 其實跌幅都蠻大 尤其是廢判指數 跌幅是到2%左右 那其中我們看到比較指標的 像蘋果 那蘋果昨天的股價 其實也跌了2% 那最主要的原因 除了是這升級的問題之外 當然蘋果這一段時間呢 遭受很多中國方面的問題 除了它的這生產線 我們再過去講到要逐漸外移之外呢 那它在中國的營收 到底會是怎麼樣 現在其實大家都很關注 所以這段期間 蘋果的股價相對是弱勢的 那另外一方面大家比較說 微軟好像相對就比較強 所以我們給大家看 這兩家公司 今年以來的股價走勢 那蘋果之前市值一度超過三兆美金 如果用今天凌晨收盤的最新來看 只剩下2.74兆 那微軟的部分呢 今天凌晨其實也跌了2.4%之多 所以它的市值剩2.38兆 那這兩家公司 其實之前市值最高的時候 差了五千億美金以上 但是現在拉近到只剩三千六百億 那微軟有沒有機會追過蘋果呢 那當然還是要看接下來蘋果這個新機賣得怎麼樣 好 那再來大家會覺得說 蘋果賣不好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因為華為又站起來了喔 可是呢很有趣的喔 這兩天呢 這個任正非就華為的創辦人 他主持一個國際大學生的這個城市競賽 在裡面致詞的時間 結果居然有個冰島的學生就說 聽說你都是用蘋果手機啊 哇這個這麼敏感的問題 當場被問出來 沒想到任正非居然當場承認 而且還加碼說不是只有我而已 我們家人通通都用蘋果手機 哇再講真的是炸鍋了 那原因何在呢 任正非也有解釋喔 第一個他說因為他女兒 現在在美國念書 他指的其實是他的小女兒喔 我們才知道這個孟晚舟 其實過兩天就是被釋放滿兩週年 就9月25號這一天喔 孟晚舟之前也才到加拿大而已 就這樣子那你現在居然還把 還敢把小女兒送去美國念書 那表示你根本都不擔心美國的問題喔 好那他說因為小女兒在美國念書 因為美國都用蘋果嘛 所以大家要用iPhone手機比較方便 另外一方面呢 他也承認說蘋果真的比較厲害 所以我們要學人家的優點嘛 所以用蘋果其實是OK的啦 好那是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就再看吧 好那另外一方面呢 剛剛講到孟晚舟 他這兩天呢 就主持了一個叫全連接大會 就等於是蘋果的開發者大會 因為他現在是輪職的董事長兼執行長喔 他就開始這個宣示接下來 這個華為的這個未來要做的事情喔 他就特別提到在2003年的時候呢 他們是專攻制裁權 那十年之後的2013年 他們專攻雲端 那現在又再過了十年 他們要做什麼呢 他們是要全力要再攻AI 而且他說他要做後AI的後土地 黑土地 這什麼意思啊 黑土地代表這個很肥沃的土腦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把這個AI的基礎 或是各方面的應用都做得很好 讓中國的各行各業都能夠很容易的做一個 智能化的轉型喔 所以這是他們接下來要做的 那能不能成功 我們就等著看 那另外一方面呢 大家也關注到這個華為的手機 可是大家之前的關注是說 哎呀這個晶片是中心做的 可是大家忽略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晶片是中心做的沒有錯 但是誰設計的 其實就是華為旗下的海思 那海思是他的設計公司 這大家其實也知道 可是要注意到一點 因為美國很早就進了這個EDA EDA就是電子設計自動化的軟體 那沒有這個軟體 你要做IC設計的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喔 照理說因為你做了這個限制 海思有可能就做不出來各種晶片了 可是沒想到 他居然還是能夠研發出新的晶片 那代表說他在EDA的這個禁令之下 他還是突破了 所以這個其實我們要去注意到的 尤其他現在不但這一次的 這個華為的這個新機用的 這個麒麟S9400 S4是這個海思設計的 那現在他甚至還要出這個 攝影鏡頭的控制晶片 不只他們自己要用 他還提供給大華股份跟海康威視使用 尤其海康威視 大家也知道之前也被禁了 那海康威視也曾經是全世界做監視器的龍頭 那現在又有這個海思去幫他 那是不是有機會 他們又站起來 那另外也有媒體提到喔 在之前一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海思其實在這個領域裡面的晶片 全球高達六十趴喔 可是因為這一波的禁令 跌到只剩三點九趴 那現在是不是真的要翻身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關鍵 其實就是光科技的部分 像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中興能夠做出這個光科技 他說哎呀你沒有EUV 你居然還做得出奈米 那七奈米的這個晶片 那其實關鍵就是因為 他用傳統的DUV 就是生子外光 那用重複不斷曝光 我不計成本 不計代價去做 可是不管你怎麼做 他的物理極限就是七奈米 你有天哪本事都不可能 換句話說就是就 就這個中興來說 你進崩啊 你未來也不可能再進步 就是這樣子 所以關鍵還是你要有能力 做光科技嘛 可是我們知道光科技的部分 艾斯摩爾已經禁令EUV DUV都不准賣中國了 所以現在傳出來一個最新消息 在北京清華大學的主導之下 他們準備要做一台超大台的 這個EUV 因為我們要回到艾斯摩爾做EUV呢 其實照理說EUV要很大才可以 可是艾斯摩爾為了要做生意 要能夠運送到其他的國家 所以把它縮小 可是即便縮小呢 EUV 光一台EUV要用七 要拆成三部分 用三台七四七 才有辦法載 而且重量重達兩百噸 那其中很重要就是這個光源 因為這個極子外光的光源 其實就只有大概七奈米左右而已喔 好那所以中國現在當然沒有這種技術 但是他們想大 我不要做這麼小台嘛 我沒有辦法說想 那我把它放大總可以吧 這個到底是什麼 就好比說我們看一個東西很小 我看不清楚 但是我把放大性把它放大 我是不是就很大很容易去處理 所以現在據說這樣子一個新的 專門要做新的EUV的工廠要建在哪裡 居然是建在河北的雄安新區 不過呢 另外有中國的媒體說 哎呀你們誤會了 這根本不是要蓋這個新的EUV的工廠 而是要做這個 屬於這個同步雷射的一個測試的工廠 所以到底這個工廠到底要做什麼 我們就後續再來看 那另外一方面呢 做這個中... 這個華為做了示範說 其實我們國產晶片也是OK的啦 那所以很多人就猜 接下來可能很多中國的手機 他們也會開始採用智晶片 好 所以呢 首當其衷的當然就是高通 那所以現在高通傳出來 他在中國的部分準備要裁員20% 甚至遣散費都已經講出來 就是你的年資加四個月到七個月之間 那其實也不是只有中國的部分 台灣的部分也聽說會被裁員 大概兩百個人 甚至早在上半年 美國的部分也已經裁員了四百多個人 而且從他的第二季財報裡面 就看到他其實已經編列了高達2.85億美金 要去做潛散費 那不就要告訴你 他真的要做這件事情喔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看到越南總理范明正 這幾天到美國去參加聯合國大會 他利用到美國的部費呢 去... 這個機會呢 去拜訪了兩家公司 一個是輝達 一個是心思科技 我們先講心思科技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做電子軟體設計 龍頭就是EDA 那EDA的龍頭就是這個心思科技喔 所以他去拜訪心思科技 很明顯的就是希望 我未來在IC設計的部分 我越南也要做 那另外一個大家更關注的就是去拜訪 揮達的黃仁勳 當然就是希望他到越南投資 而且由越南發布的消息說 其實這個黃仁勳已經同意合作囉 那只是呢 我想說這個黃仁勳說願意合作 是嘴巴客套說呢 還是真的要做 那我們就後續再來看這個問題喔 那再看到中國本身現在呢 裁員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現在是要連學校都傳出來 要大幅的裁員喔 會有這個問題的是 廣東惠州的華南師範大學的 附屬學校 一口氣要裁七十六個人 你想他學校關掉 裁員不是很正常 結果居然不是欸 他是因為這個學校 原本是由一個地產公司去支持的 結果這個地產公司說 不好意思 我現在沒有錢了 所以我不再提供這個資金 所以他們只好去裁員喔 那甚至瀋陽的鐵路局的員工也欠薪 發不出薪水 那終究的問題都是告訴你經濟不好 所以呢 前幾天中國的統計局 發布了一個很有趣的報告 我們都知道他們早就已經沒有 沒有再發布這個青年的失業率 可是這個報告裡面呢 他說他們去調查的大學生 有百分之三十八的人慢就業 就是我沒有積極找工作 三十二趴的人會繼續升學 六趴的人是緩就業 欸我這樣子一算 三十八三十二六都扣掉的話 剩下二十四趴不就告訴你 就是失業的部分嗎 那這個緩就業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喔 什麼叫做緩就業 誰畢業以後不會想要趕快找工作 而且這個數字更誇張的是 2015年的時候才十五趴多 現在暴增到三十八趴 不就再告訴你 中國的年輕人真的很難找工作 好我們稍後回來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先讓大家學習一下